出生云林的一位企业家林文生 平时就会乐身好施 而数年前更是将环保公司的工厂 迁移到了彰化县的线西厢 秉持企业有赚钱就应该回馈地方的理念 所以从三年前开始就针对着线西跟深港 两厢的清寒优秀学生跟着实家庭 来捐助奖学金跟名胜用品 希望能够尽自己的一份心力 剖砖引玉让更多企业公司 能够一同的来关怀偏乡的清寒家庭 爱心企业家林文生 亲自将一人三千元的奖助学金 颁赠给清寒优秀学生 脸上慈爱的笑容 让人感受到林文生发自心内的欢喜 除了颁发学生奖助学金 他更提供当地弱势家庭 每户一大袋的名声用品 让受助民众都非常感动 有啊 很有爱情 非常感谢他 你很适用的吗 有啊 有谢谢啊 谢谢啊 你就站好啊 有放三个吗 这里有放百收百户 还有我们云林的土产 花生 还有泡面 还有白米 还有沙拉油 很多很多 一千多块 一个人一千多块 秉持企业有赚钱 就应该回馈地方的理念 出身云林的企业家林文生 三年前开始针对彰化线西 圣岗两乡的清寒优秀学生与弱势家庭 来捐助奖学金与名声用品 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回馈社会 我认为说我来张宾工业区 受到在地的人 大家给我很多的鼓励以及帮忙 那么公司有赚钱 理所当然应该要回馈社会 希望说能够有其他的社会人士 大家有能力的时候 大家一起来回馈社会 我想这个对我们彰化孩子是非常有帮助的 而且他这样的善情一举 其实也树立一个很好的丰办 可以让这些清寒的孩子 有一个学习的对象 因为我们董事长本身也是一个干空 孩子出心 但是他自己有能力之后 他懂得回馈给地方 回馈给乡亲 然后帮助大家 我觉得这个对孩子来讲 是一个非常正面的 具有非常好的一个教育的意义 这边真的代表我们所有的小朋友 感谢我们林董事长 爱心企业家林文生已经连续三年 无私捐助线西与深港乡的弱势民众 与清寒学生 也希望他的抛砖盈域 能够吸引更多公司企业团体 共同来关怀需要帮助的民众 借俊宣章话线采访报道